进行优化秘密的第五招 也就是网页档案的存放目录 和档案名称的关键字是否吻合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简报 第五招 网页档案的存放目录 资料夹 还有档案名称的 与关键字互相吻合 这个蛮容易理解的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网页 讲的全部都是SEO的优化技巧 那这个网页呢 我们最好就把它命名为 SEO.html 那假设呢 这个网页是摆在某一个路径下呢 那一个路径的资料夹 我们最好也把它叫做SEO 那一个目录资料夹 最好也把它叫SEO 所以你的网页就会变成 你的网址斜线 你的目录名称SEO 再斜线你的这个网页的名称 SEO.html 这是一个小技巧 让你的搜寻情更了解 你这个网页主要表达什么